要实施软性封城 有专家认为 如果放任病毒跟百姓共存不控管的话 这全台的疫情恐怕会大失控 只是柯文哲这软封城的想法 也遭到绿营侧疑骂翻 他今天回应说 就当自己业障重吧 而对于目前北北基陶都是重灾区 他则预估这疫情会慢慢向中南部扩散 台北市若医疗量能逼近崩溃 柯文哲提出比较三级软封城 设下疫情停损点 若不这么做下场会这样 没有控制的叫原子弹 有控制的叫核能 有专家认为软封城就是管制社交接触 全台都应该如此 柯文哲更说 别以为只有北北基疫情大爆抽 我预计在北北基岛 这种首都生活圈的疫情 慢慢会向中南部扩散 未来的时间 应该确诊案例会更加增加 专家痛批 如果一味放任病毒和百姓共存 不做任何管控 就怕全台大失控 香港就是一开始不肯做 到最后他就只好要封城 上海也是因为太慢做 就搞到要封城 台湾人不怕死 你想死多少 你就继续涌下去 政府放火 不准你关逃生门 你还真的就这样子搞吗 但柯文哲抛的软封城想法 却被绿侧翼一路狂骂追打 以前当医生说一天和尚装一天装 现在当市长说一天装给和尚装一天 所以就当作自己业障重就好了 不甩侧翼但软封城的做法会不会被中央打枪 柯文哲狂呛陈时中 我讲了他不敢反对 如果医院量能已经达到极限了 不然就要死在医院外面 他是部长 哎呀这不会被我懂 这不会被我懂 能够提出更清楚的一个想法 那大家才来做评估跟讨论 面对病毒包围百姓 台湾特色调却没买购 快筛还严重缺货 赤手空拳跟病毒打仗 谁会先被消灭 恐怕还不知道 借黄义俊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小组台北报道